嗨,大家好,我是丑夫 我身后就是我的店 然后我们店从去年扩店装修之后 我就没有好好给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店 因为一直都比较忙 然后这两天闲了 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些粉丝同行 在我们评论里面有留言或者私信给我 然后会问我们店里面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提摩的烤房 然后我们施工间的一个灯光 然后施工间的一些排水 包括我们楼上的摄影棚 然后这两天稍微闲了一点 所以我就想着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店 相信了解过我们店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这家店是在泰州焦江的库车小镇里面 这边我们是在17年的10月5号开业的 装修开业的 到现在也将近快五年的时间 原来我们的场地只有这边两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连起来 就上面的门头这里有123456 这边是通道 但是我们那里面有一间是专门负责洗车的 所以说算起来应该是有整整六间的场地 然后我们是楼下楼上两层的 两层 然后总的面积有将近1200平 现在的这个门头就是去年刚刚装修的 中间是一个丑服的logo 然后边上的是八个大字 砥砺生根 然后都行自圆 这八个大字是我一个客户送给我的 包括丑服这个logo 也是他自己手写帮我写的 还有我楼上 我办公室后面一个工匠精神 这边就是工匠精神 刚才说的 我一个客户帮我写的 也是我的大哥 可以看到 带勇 然后现在我就带大家来进到店里面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先进来的是我们的接待区 接待区 这边是应该有30多个平方 我们的接待区非常的简单 没有任何的广告 没有任何的广告 这边就是一些椅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足球 足球台 足球台 小型的足球台 然后这边是一个朋友送的一个吧台 这个是印度的塔塔 那个公交车的车头 是真的 是真的 然后这上面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65寸的电视 然后放我们的一个施工案例 施工的案例视频 就客户坐在这边 坐这边的时候看到视频 可以了解我们更多的一个施工事件 当时改造的时候 当时最初的想法就是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接待区 加一个什么奶茶水果茶咖啡都可以做 所以说当时配了一个小的冰箱 然后热水机还有一个制冰机 包括这边一个定制的洗手台 包括这里有个垃圾桶 到敲咖啡的敲咖啡渣的一个设计 原来就已经设计了 当时想的 因为我以前开过奶茶店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可能也不是大的问题 加上园区可能有需求 我本来想着场地已经有了 弄个这些东西可以做一个 可以搞一些外卖 然后园区里面有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平时喜欢喝这些的 包括我们自己店里面的小伙伴 平时也都在点外卖 但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做成 没有人去负责这一块 以后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把这块给做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接待区 接待区进来之后就是我们原来的场地 我们原来的店就是这边三个工位 一个这边两个还有这边三个 以前的视频大家有看到过 可能都知道 而在中间就是我们的一个交车区 贴完了都会在这边交车 但是现在实际的操作下来 也会在那边施工间交车 所以说这边基本上可能利用率 现在倒不是特别大了 我们特别忙的时候 接的车比较多 我们尽量就不停在室外 把它停到这里面来 对 这边是这么一个区域 这边是我们原来的一个施工区 然后这边会有搭检 对 现在我的想法是把这边打造成一个美容区 美容区 对就是专门做美容的 以后可能大家可以在视频里面 看到我们利用这个区域 做一些视频 做一些美容 做一些高端精神的一些东西 有这么一个想法 但还没开始做 好 这边就是一个工具柜 工具柜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楼下的办公室 办公室 对 今年我们有三个美女销售 有一个休息的 还有两个坐着 干嘛 笑什么 这边呢 主要负责 就是平时接车的时候 打打单 然后一个 打打售后的电话 这些 然后销售在这边 休息 办公用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进入的是我们的一个 去年扩的一个 施工间 这边施工间呢 可以停九台车 九台车 而且都是 每个工位呢 有六成六的 一个 场地 对 然后这边呢 就比较特别 就是 我们的一个 烤房 贴膜烤房 就是 贴完膜之后呢 因为我们的膜呢 是 特别像车衣啊 窗模啊 里面都是带一点 水分的嘛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边进行一个烘烤 边上呢 都是那个 红外线的一个烤灯 红外线的烤灯 然后这边呢 是总的控制器 对吧 总共六个 九个 总共九个灯 那这台 灯池 C260呢 贴完了 刚刚 中午呢 已经烤过了 对 然后现在呢 就停在这边 这个呢 就是为了一个 更好的一个 交车的品质啊 因为 烘烤之后呢 有的时候 随便新发完呢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呢 我们就 及时的给它处理掉啊 对 但是即便是这样呢 因为贴膜这个东西 没有人敢说 后续没有一点问题啊 因为一个呢 是热胀冷缩 一个每个人的 用车环境不一样啊 可能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问题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施工间了啊 今天呢 没有那么忙 车呢 我们今天交了两台车 所以说 就不是特别忙了啊 好 这个工位呢 是一个小简 小简 对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 现在我们把那个柴模的区域 搬到楼下 我们的柴模很简单呢 就直接机器 然后加一台电脑 对 因为我们车衣呢 全部采用是专车专用的一个 铁法的啊 然后我们的数据呢 就现场调 这样呢 机器在这边呢 方便一点 然后今年呢 我们几个贴膜小组呢 每组的一个组长呢 都要求可能 都要学一下这个贴膜啊 这样呢 相对来说 减轻这个 柴模师傅的一个工作量啊 对 所以今年就没有柴模师傅的师傅 就是每组的组长 就是柴模师傅 对 方便一点 下次呢 大家有兴趣的时候 我可以单独排一期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对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工位啊 那边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 大捲的工位 也是一个大捲的工位 对 这台 现在的卡页在这上面贴啊 对 对 这边呢 全部 全部墙上呢 我们都是用这个 呃 直锡的方式 这样呢 省空间 省空间 也不像很多的店 我们以前呢 也有很大的一个柴模台 那种太占空间了 太占空间了 对 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角落呢 设置了一个贴模 10公间的一个 呃 储藏室啊 就比较乱啊 气棒啊 然后热水器啊 对啊 然后杂气杂巴的东西 一些料头啊 呃 会放在这边 那边呢 是一个降层的啊 这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下次呢 呃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可以单独的出几期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吧 然后现在呢 带大家到一楼的最后一个空间 就是我们的洗车的场地啊 洗车的场地 这边洗车的场地呢 是我们原来的场地的斜对面啊 这个场地呢 我没有怎么动 就是在后面呢 就是建了一个小的 也是一个储藏室 我们每个空间都会有一个单独的储藏室 因为东西太多太乱了啊 包括现在场地上还是很乱的 还是很乱的 对因为我们呃 天磨店呢 所以说我们对于洗车这块呢 呃 要求就是洗干净哈 但是真正的没有像很多外面的那种 呃 惊喜啊 或者呃 高端惊喜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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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 或者要求这么高啊 所以说我们场地就是几个灯光 我去把它开起来啊 我们家那还养了一只小猫咪哈 最近毛刚刚给它剃了 呃 是我们隔壁 大教练那个越野车改装 他们家的母猫生的 然后说呃 当时我儿子说呃 想要一只嘛 然后我就把他就抱了一只过来 那只很调皮 非常的调皮 原来呢 养在楼上 但是猫的味道比较重嘛 现在就给它放到这边 因为出门呢它就是一个 外面可以晒晒太阳啊 呃 这边的空气流通会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 我们这边也是放一个 洗车用的一个气棒 气棒 气墙要吹嘛 对吧 这边灯光呢 我就简单的这样调 调状的 跟那边也是呃 跟那边施工间呢 也差不多也是这种很很调的啊 对 然后地上呢 我就没有动 就是这种格栅 对 那这边呢 这个一个沉电池啊 我都没有另外挖 而是用了 利用了原来的 原来这里是一个小碱的位置嘛 小碱的位置 我就直接给它格栅铺上去 然后那边过滤过来 然后从那边流出去 对 就是沉电池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嘛 所以我就简单弄了 那天呢 我还看底下 呃 有人留言呢 说我们洗车的场地 这么看起来这么low 不铺个格栅呢 铺个格栅都是成本 对吧 整个房间铺满 要大几千块钱了 对吧 对我们洗车的要求没那么高 或许 呃有做这个高端洗车 这一块的内容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场地呢 铺成一个白色的一个瓷砖铺上去吧 呃有这么一个想法 有这么一个想法 对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 一楼的最后一个洗车的空间啊 这个地方呢 呃 排得好的话 可以停三台车 可以停三台车 对 那现在呢 一楼基本上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二楼啊 二楼呢 从哪里开始呢 就从 我们这个 旋转楼梯啊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 升降梯啊 升降梯就是 呃 可以把车呢 直接抬到楼上去 当时我们租这个场地 就是租两间嘛 啊 租这个场地的时候呢 当时 当时小镇跟我们对接的 呃 那个赵总啊 赵总对 他他有看我视频的啊 赵总呢 当时就是说 呃 必须两层楼一起租 两层楼一起租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为了利用率更高一点 所以我们装了这个 一个车子可以升降到楼上的升降梯啊 楼上是这么一个按钮 我们把楼上的G&M 把G&M打开 现在我们已经上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停车的一个平台 然后车上来之后呢 直接可以开出去啊 原来这边是没有的 原来这边呢全是分的 然后现在的扩了啊 对 这边呢 等一下跟大家讲啊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会议室啊 每次我们天魔之前的每台车的一个呃 客户的要求啊 这台车的注意事项啊 然后我们包括嗯 那个那个经验吩咐的师傅的一个经验分享啊 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呃 简短的一个会议啊 为了确保我们所有人呢 都知道这台车接到的时候呃 呃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呃 确保施工过程中尽量不要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最后呢 也确保交到客户手上的车呢 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 对 现在呢我们有三个人呢在我办公室啊 都是负责剪视频啊 因为视频这块呢 我自己呃也是瞎学的啊 然后他们呢也是从祭司过来 所以说呃有兴趣呢 我就顺便就按我的经验去教了 所以说也做的不是特别好 这边呢有一台那个呃打印机 专门的打印机 这个打印机呢 后续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打的呢就是客户的照片 就是客户的照片 对 为什么这么做呢 到时私下可以呃到时呢可以再单独拍一期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对啊这里呢就是我办公室的一个茶室啊 接待一些呃客户啊 有的喜欢喝茶的对吧 或者是呃话比较多的对吧 可以坐这里聊一下对吧 就这么一个简单 然后那边呢是我一个呃我比较喜欢折腾这些数码产品摄影设备嘛对吧 然后那边就是我一个这些设备啊这些器材的一个价值啊对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办公的办公的区楼上的一个办公区啊 那这边再出来呢就是我们楼上的重头戏啊 就是我们的呃摄影棚啊 摄影棚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 这个摄影棚其实当时我是看到国外的一个视频吧 然后觉得我们楼上刚好看到视频那个时候呢 呃我们这楼上呢他们不知道拆拆的时候呢 我上来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呢就让我就就就给我心里种下一颗呃种子啊 我看到这个场地这个结构啊 这个结构啊就跟我看到的那个呢 基本上是一样 所以我就很想打造这么一个场地啊 然后呢刚好又能集合我这个升降机车呢可以上来 所以说这里可以打造成一个呃汽车的专业摄影棚 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场地呢一些工作室啊 一些什么人呢有需求呢也会租我这个场地一天多少费用这样子 对吧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呢也可以问我 对那这个场地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一些客户呢留下他爱车的一个呃 更精美的照片啊或者视频啊但是我们的照片视频的水平还是在呃不断的学习还不是那么好啊 那这边呢就是现在呢还暂时空着上面有一些我们自己练习的每个车的部位啊部位就是贴膜啊学徒啊什么的可以在这里做练习 他们运动了要充个澡啊什么的 然后再进来呢就是我们一个仓库区了所有的膜啊包括一些改色膜贴过的一个料头啊 啊其实都都在这边啊呃把一个贴过膜的一个桶啊塑料桶啊你看我们放了存了多少非常多啊非常多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我们平时大家吃饭呢可以在这边交了外卖啊什么的在这边来吃饭啊就专门的一个区域不然的话在办公室吃起来不是味道比较重吗对吧就这么一个区域对就就是我们店的一个每个区域每个区域的工程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对如果大家对我讲的某个区域或者某些功能啊有兴趣的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下次呢看看能不能再做几期视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吧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大家下期见拜拜